左宫的 在 御史忠诚刘伯温 徐岸万平县衙 升堂礼事 各位小心伺候者 领劲 上堂排班 要 鸡骨升堂 唯悟 有请刘大人 凡平县 凡平县 下官在 你可知罪 下官知罪 你身受朝廷信任 唯以地方重任 身为一方父母 不思知恩图报 反而迎私枉法 纵使刁民损功肥司 你可认罪 下官认罪 本官念你读书一脉 良心未敏 况且尚能主动如数交还赃银 故不再深究 存你个体面 挂职回乡去吧 下官多谢大人法外开恩 本官望你回乡之后 打扫书案 再读圣贤之书 重新体会那做人做事的道理 下官遵命 你 卑职在 待他至后堂 这一调无杀交割印性 督促家人活速上路 不得有误 卑职领命 起来 下官别过大人 再谢大人 下去吧 本县可有县城 回大人 本县赴职已空两年 你所认何职 卑职刑防通判白自立 好 在新任政堂到任之前 以代数本县政务 其他一届一律而行 卑职遵命 来啊 待人犯金生元 大人有命 待人犯金生元上堂 好 大人 人犯金生元 你可知罪 不知 无罪 何约无罪 你为沈仙打 公报私仇 本官与你何冤何仇啊 你极贤度能 不分我儿才高 故而陷害于我 你放屁 就你那儿子连我都比不过 还说什么才高 千 大人 公堂之上未经许可 不得给 是 此案你审不公 在下 要见大师道演 金生元 你还真的要本官传唤道演上堂不成 要传 只怕你 你没那个面子 不敢太岁头上动土 好 本官成全于你 来啊 请道演和尚上堂 有请道演和尚上堂 贫僧参见刘大人 阿弥陀佛 给大师设座 是 大师请 金生元 你招的正人来了 你有什么话说 大师救我呀 大师 但刘伯温哪是冲我 全是冲着大师您哪 自从所来 就下黑手啊 斑斑披在身上 扯披死肉 大师啊 他不是在打我 他是在打大师您哪 板子明明是打在你的身上 怎么去说 打在我的身上 此人怕是受刑不过 糊涂了 阿弥陀佛 刘伯温 你欺软怕硬 大师既来作证 大师既来作证 你为何还设作优待 大师乃是受了大将军之托 来听唐兼审的 本官立当设否 贫桑解索 人犯金生元 我来问你 我先问你吧 上到唐来 你为沈迁打 你议的是律法哪一条 大师既来监审 请将本条记录在案 好你人犯金生元 果然刁民 我告诉你 本官打你 自有打你的道理 有何道理 莫以为自己官大 就可以为所欲为 上头还有皇上 还有天理呢 我来问你 道案之前你在本县 所认何职啊 一个工坊里跑腿的书败 大明律 工律营造 有私官吏 不助攻卸 而助街坊闹事者 账八十 怎么样 难道本官还打错了你不成 本县官吏 为助攻卸者 并非在下一人 你为何执打在下 不择他人 那谁让你赶上了呢 这就叫杀一敬百 而且据本官所知 已经有几位官吏 搬回攻卸去住了 金生元 还有什么不明白 都说出来 本官一一给你解释 算你狠 这八十大百 我认了 你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为何还不放我 放你啊 这刚开个头 你让我怎么放你啊 金生元 咱们挑重点的说吧 恩科舞弊案 社卡收税案 金屯合宫案 你自己说说 让本官先审你哪一桩 你构险污蔑 我哪桩也不存在 有请刘大人 贫僧虽受大将军之托来此 但贫僧坐在此处 内心难免惶惶 还请刘大人 优先审礼 金施主 盼咬贫僧一事 你便尽快脱身 敢请 好 就一大事 这贡状上说 金生元以剑庙为名 捐你白银若干 后来又请你品鉴棋子之师 可有此事 确有其事 不过那些银子 都与恩科考试无关 贫僧推荐其子诗文 只因误碍其事 未解其中诸多关节 后经刘大人指点说明 在经诸生接铁之后 贫僧已知其无耻 那大师 为何还收我的银大 那 金施主的银子 只说是结善元的捐款 贫僧不能拒绝向善之心 只能照单收下 此种说法 不过是个由头 其实 送银子的目的 你我的心里一样清楚 金施主如此说法 令贫僧不解 若非向善之举 贫僧 为何要收你的银子 方外之人 起居吃用 自有供养 要你的银子 又有何用 大师 你别忘了 当初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贫僧能理解 施主此时的心境 但也不要信口胡言 我佛慈悲 宽恕此人口言 阿弥陀佛 兔贼 你脸变得好快呀 你这是要把我推上死路啊 我就是做了鬼 也不会饶你 施主 这话又从何说起 你一个世俗之人 犯了世俗之法 与我贫僧何干 在下实在这冤枉啊 自求一案诵经 三堂会神 吵闹公堂 大行伺候 这 这个 贫僧 看不得 贫僧告退 大师啊 你不能走啊 你这儿还有奸堂之责呢 刘大人问案 联名公正之名 欲瞒天下 神非贫僧所能 奸乃多此一举 还是告辞吧 大师你不能走 大师救命啊 大师救命啊 人之夜暴歇起四身 贫僧岂能救得了你 不必托服 不必托服 金生元 你可知罪啊 不罪可认 再求一案诵经 三堂会神 诵经 我审 斩了你 皇上审 寡了你 皇上宅心仁厚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呀 将一干人犯统统带上堂来 带人犯 爹 爹 儿子 走 上的堂来 还不跪下 儿等贡状 本官聚已看过 现在可愿为干政 指政此人哪 小生元政 小生元政 金生元 你还有何话说 人犯金生元 你还有何话说 好 家臣 重磅胡椒 大人不用行 小的 元朝 四乡百姓功绩开始 提 拜 再拜 参拜 参拜 万平县 卑职在 座堂开派 是 各人犯 听了 查得你等目无国法 草菅人命 隐私舞弊 贪赃枉法 科寇酷银 借贷合工 偷才减料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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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也不至于进水一涮就塌了 都是因为他 摊到午夜 一次次向小明索要这工程的银子 呸 怂人 说这还有什么用 他是本县主管的立幕 只要开口 细小的不敢不给 依你所说 如若按你当初的苛扣 这桥便不会倒了 倒终归会倒 但 怎么也得撑个三年五载的 才说得过去 住口 隋朝礼春所见赵州桥 屹立至今八百年不倒 同时身为工匠 居然有脸说出这种话来 有大人什么罪 不冤 不冤 杀 你说你冤 你问问百姓 你冤不冤 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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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冤 人犯张四卯一名 按律当判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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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挥事了 案例都应处斩 培根 将一干人犯 约赴刑场 是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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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东西 还想打我屁股板吗 这回知道谁是真神了 服势吧你 一百年后 等小燕我把人间融华富贵享受完 就去那边找你 到时候咱俩再接着斗 那时候阎王爷要知道 你心这么黑 非把你下游锅炸了 达人此次回京 一定替我多多拜上皇上 就说徐某镇守北方 一定担惊竭律 死而后已 有数有数 大将军请回吧 兄弟 哥哥我也没啥送你来 这是二十个烧饼 还有一个烧鸡 带在路上吃 这两个人 算是本地特展 烧刀子 一点心意 兄弟你一块带着 哥哥如有机会 也请来应天看看 兄弟我一定带你去 那秦淮河畔 尝尝咱那应天城的 宫廷小吃 哥哥我怕是没那福费 你去不了 那我就还来 来看看我那 埋在地下的将军哥哥 兄弟你是 有情有义的汉子 我拜托哥哥的事 忘不了 忘不了的 每年寒事 一定要去看看 替我留意 烧上一炷高香 弟弟在这儿 谢过哥哥了 你瞧你 快快快 起来 这 此一别 不止你我 何时才能相见 徐大将军 还望您好自为之 我们就此别过 跪下 我 跪 跪就跪 皇亲跪了 我上不跪天 下不跪地 我就是跪我皇上舅舅 今日来啊 在这宫堂上 朕就不是你舅舅了 不是舅舅 你还是皇上 是皇上 那就还是舅舅 少说话 今日啊 朕和你一样 都是被告 什么 谁要这么大胆 舅舅 你告诉我 外事给你报仇 你这死要敢再多嘴 定打不饶 不说就不说 皇儿啊 下面该是 刘宝文 你问吧 是 人犯王静 我来问你 打住 人犯 我怎么就是人犯了 还没审出我有罪呢 我怎么就是人犯了 刘宝文 问话不能先入为主 跪下 那他们怎么不跪啊 单叫我跪 我再说一次啊 再胡说话 给朕掌嘴 刘宝文 说吧 是 王静 我来问你 你嘴上的这伤 是如何来的 吃东西划破了 吃什么划成这样 你管得着吗 您是问案啊 还是问痴啊 琐碎小事与本案无关 不 事关人命大有关系 皇上 问吧 王静 据我所知 你这伤 乃是被人咬所致 谁咬的 谁又能咬到这儿啊 各位 可以看清 他这伤口的形状 愈合的部位 这分明就是一圈牙印啊 牙印 猫咬的还有牙印 狗咬的还有牙印呢 刘伯问你如此推论 可有证据啊 所咬之人已死 人都死了 还怎么证明啊 人死了 还有其他相关证据在啊 那我问问你 一个死人 他怎么就把他咬了 是 据我所查 王静 你调戏民女 与人强行皆纯所致 杰传 谁杰传了 那女子是因与她丈夫通奸 被人揭露 羞愧而死 人咬牙印 自与别物不同 我就说是猫咬的狗咬的 我就是个猫杰传和狗杰传 你怎么着啊 有本事你再找一个人 咬我一口试试 看看有什么不同 皇上静焉 这就是牙印 开牙根呢 咬了我一块肉去 我生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也难见我心头之恨 你这臣何体统 男人敢过 把他拉锡给我打 你又要替他讲情啊 他扰乱公堂 伤害被告 诸位可都是 眼睁睁地看着呢 你还有何话可说 此女所为乃是为了暗证 再说他重伤出狱 再这么拉出去打 人死了 这案子还审不审啊 这仗则全且记下来 暗后追究 继续 他没事 我可是不行了 疼死我了 破伤疯了 娘啊 你走得早 孩儿我这就去找你了 皇上舅舅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皇上 被告伤众应该退堂 皇上 王庆虽是被告 但 那也是皇亲国戚呀 真要有个好歹 谁担这个责任 娘啊 儿子还小你就走了 现在儿子被人欺负 没人听我说话 好了 好了 来人 先把王庆带下去 服药疗伤 调戏不成 那女子含羞上吊 王庆又心生一计 她返屋那女子 与蒋玉珍的丈夫 郝清田有奸 借刀杀人 已除后患 而后各级官府 枉法凶死 你说他们没同奸 我就说他们同奸了 既然各说各话 那就各出所证吧 人都死了 死人不能说话 这是诬告 人虽已死 证据还在 你逃脱不了 有证据 你拿出来啊 我问你 你说那女子 长期冲奸 就差没生个孩子 我却说那女子 守身如玉 一直是个厨女 证据呢 是啊 证据呢 刘伯文 有何说辞 启禀皇上 为了本案 刘某曾亲自到该县检查 责承县令 开关验尸 查出那女子 至死都未破身 那个县令呢 可传上唐来回话 死了 怎么又是死人证物啊 我是在阴藏地府里打官司吗 放肆 掌嘴 李擅长 你先替朕 打他两巴掌 换人 这我恐怕 这个不合适 惯了别人也不敢打呀 就你了 给我打 那我就 这 这 围城还是觉得不合适 朕让你打你就打 王强 这可是你舅舅让我打你的 没用力 给我使劲打 皇上 这行吗 娘 你看我皇上舅舅 让人打我呢 在我大明 无论是何人犯法 一律住之 该打就打 该杀就杀 没有二话 刘伯温 量证据吧 回皇上 臣已说过 那个县令 已经死了 你不能老拿死人说事啊 一道的紧要关头 人证据都是死的 你让我这个案子怎么断呢 那县令 可是被你带回京城的 人是死了 可是死在你手里啊 众所周知 他是死在了上堂之前 死在了刑部衙门 怎么能说是死在我的手上呢 确切地说 这个县令乃是本案重要证人 是你把他从我府里带走的 并未到堂便死于非命 算不算死在你手上 好了好了 为这事你俩就别再斗嘴了 你不是说有证据吗 拿出来啊 启禀皇上 出示证据之前 臣有一情 说 皇上 在李大人把那个县令带走之前 该县令良心发现 把所有案情记录下来 交与刘某 皇上 此案重大 牵连众多官员 将来一旦查起来 恐怕有些官员会遭到处罚 你这到底想说什么呀 皇上 这个县令本人也涉案太深 况且 范勇重大连作之罪 不过皇上 恳请念他有戴罪立功之情 涉他全家 你说你这个刘柏文哪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怎么着呢 倒替别人求其青来了 事关本案真相 恳请皇上恩准 准了 那你快把证据拿出来吧 铁证如山 望请皇上明察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这励志看来是非要整治不可 你 还有你 你小子不是个东西 你看看你自己干的这些好事 我 我干什么了 我在家分不守法呢 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啊 是你呀 写我都是我 我还写我在家痴呆念佛呢 那县令已死 哦 这还不又是个死无对证吗 启禀皇上 本案涉及众多官员 所涉及官员 各个都是旁证 还是美人出面自证 怕是难以服人哪 我还说 这就是你刘柏文自己写的呢 早就知道你有这么一手 来呀 待仁证 娘 什么都想到了 才就偏偏忘了她啊 舅舅 我全招了吗 我是贪财了 我是余色了 我也栽赃了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可是那女子是自尽啦 谢令栽赃 你可专通 对 是资金了 她是资金了呀 人又不是我杀的 再说 栽赃于那好清田 怕他死罪 也是那县令 为巴基我 而有益为之啊 人又不是我杀的 我就是有罪 也罪到不死啊 真是个无赖小子 到现在了还抵赖啊 我 我没有抵赖啊 我真的没有杀他啊 刘大人 您还有什么证据啊 我问你 你真的没有指使那个县令杀人 我没有 是那贪官为巴基我自己干的 我的事他愿意拐 干我什么事 放肆 好好说话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真的没有指使那个县令杀人 我没有 好 刘易 小民留意 前往长都县令家中 搜出这封王庆从京城写给他的亲笔信 语 现转成皇上 这 启禀王上 王庆看到蒋玉珍前来京城告状 他自己也跑到京城前来求情 他修下书信一封 嘱咐那个县令 让他用毒酒毒死同伙好张事 杀人灭口 那县令毒死好张事之后 并没有按照王庆的嘱咐 烧掉这封信 而是把它藏到了地窖里 来到刑部之前 为防不测交给了刘墨 皇上 信上笔记字迹都是王庆所为 上面附有一张 他在县令亲自写的契约和收条 请皇上勘验 真是个孽障 还有什么话可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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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是杀人了 舅舅 您在我死去娘亲的份上 您就饶我一命吧 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你让朕怎么饶你 舅舅 大明有律 杀人者 死 皇上 本相记得太原长公主府上 有皇上亲赐的铁券丹书 对了对了 我爹说过 那 那可是免死牌呢 由此一说 皇上可免王庆一死啊 万事给救人磕头啊 好 那你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 哦 发配充军两千里外 遇射不回 死贼不死 民女不活 别让他死在这儿 拦住了拦住了 皇上 刘伯温 免死铁券 总还算数吧 敢问皇上 王庆家有几部铁券丹书啊 一部还不够吗 一部只抵一命 此案 直接死人三个 间接死人两个 我问你 一部铁券丹书 你准备抵哪个呀 谁说就抵一命了 谁说就抵一命了 我是皇庆国戚 我解决单书 我就是不敢死啊 你敢死九次 下十八层地狱 启禀皇上 此案牵扯官员众多 将来一旦神起来 沙头抄家 充军发配不在少数 一个主犯活的逍遥自在 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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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舅舅 皇上 皇上 杀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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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草 我跟您说了 我找我皇后舅舅去 皇后舅舅 我舅舅要杀我呢 先把人带下去 皇后舅舅 皇后舅舅 你快来救我啊 你要来晚了 我就去找我娘了 请皇上 柳伯温 你不是还要告朕吗 皇上圣明 皇上明察秋毫动落观火 且秉公无私 罪臣不告皇上 臣有一句话 要告诉皇上 什么 吾皇万岁 万万岁 赦你无罪 明日恢复早朝 谢皇上 来 进去 你干什么呀 刘大人 不知刘大人叫下官来此 刘烟 知罪吗 下官何罪之有啊 我念你是朝廷命官 并不想为难于你 从十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下官见过刘大人 只是下官不知刘大人 所问何事啊 好 你上前来 可认识此物啊 拿起来 仔细看 还是想不起来 这不就是一根金条吗 好 本官提示于你 何宇宣茶馆 六一一 好 我想起来了 这正是下官给那唱水姑娘的一个彩头 好阔绰地出手啊 大人有所不知啊 那姑娘唱得实在是好啊 那就直接给下官这脑袋唱昏了 我就这么随手一拨 我以为师傅 银子啊 你这随手给丢到台上了 这后来我发现是跟金条 我也懊悔啊 合着你还是个性情中人 下官惭愧 下官有为朝廷的风险 好个优伟朝廷风险 一个欺品渡官 一年俸禄尚不吉色 居然敢带在身上随手抛出 难道你们一家大小 都喝西北风去吗 这个倒是不瞒刘大人 这下官的家库 确实颇有点田产福财之类的 互弄鬼 离 离斌 金条上面有印记 认识字吧 念 元通记 对 元通记 这是海盐地方 上个月十五日发来的城堡 渔航元通记银号两支货船 在海盐一带被盗匪打劫 其中一支丢失金条一切 作何解释 这诺大的元通记 怕是也不止那贝杰的区区一千根金条吧 说得对 元通记以往的金条上边的印记都是横斜 而这批是其新著 并未在市面上流通 我问你 丢失的金条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身为朝廷命官 大明律略之一二吧 我告诉你 礼品 就凭通匪这一条 你就活不了 本官啊 给你纸条出路 认识这个吧 这是从你们家里搜出来的 著名的太刀学刃 切金断玉 发吹过 杀人不见血分毫 我大明律明文规定 不得私藏武器 更不允许走私外翻兵刃 这刀你哪儿来的 他 我就是从一个私藩那儿买了 谁 我哪儿记得清楚啊 你可得记清楚了 关系重大 我告诉你 礼品 兴华寺老和尚 就是被这把刀杀死的 还不说 礼品 不仅涉嫌通匪 而且还涉嫌杀人 我没杀人 天地良心 谁 我不知道啊 我这 那就仔细想想 礼品啊 想出来告诉我 是谁杀了老和尚 我算你自首 不然的话看到没有 家伙事多了 咱们大行伺候 谁呀 大人来吧 这不是刘大人吗 你先下去吧 是 那边啊 我听说是你 给李丞相递成了控状 要求一案刑部啊 这岂是你能说了算的 李斌啊 我问你 是不是有人给你传了话了 说你死不了 刑部那边有人帮你运作 免死留途 然后那边待上两年 再报个病损 一路关节就又回来了 有这话没有啊 当然了 咱这官是当不成了 可这养老钱也挣足了 是不是 下官的确有罪 但是罪不至死 你错了 你敢点上了 李斌 为了整肃刚进 皇上刚刚颁布了军卫法 官吏犯法 小罪加一等 大罪做三足 你豁得出去 就不为家里人想想了 行了 甭指着那人了 谁也帮不上你 大人真会说笑 大人指的那人是谁 你知 我知 你知 我知 李斌啊 这哥旁人 真就叫你吓住了 你今日遇见的 是刘伯温 我不吃这套 来人 在 传人犯 李斌 老爷 咱们在牢里的眼线传话来 刘伯温刚才去了牢房 不是已经叫他 尚书一案刑部了吗 还没来得及 就被刘伯温给挡住了 先提躺审了 往下说 小的是担心 担心那刘伯温会用刑 公子 不不 李斌要是熬不住 他是会说 说些什么 不就是丢了个官银吗 我已经找人顶纲了 这有什么呀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 攥在他手里啊 看老爷说到哪儿去了 我跟他也就是平常的来往 也都是为了府上的经营 我是觉得 这刘伯温他非等闲之辈 跟老爷您又有很深的成见 所以我担心 行了 你马上去请胡大人过府议事 是 那边 仔细想想自己这身细皮嫩肉 是否经得起这副家棍 不说话 那就是经得起了 来啊 给他换副大的 不不不不 这小的我都经不起呀 不英雄了 我招了不就是了 从实招来莫存侥幸 锦衣卫的本来预别下了夜审 现在说了 免得麻烦 我 我这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李宾 你上次招供说 赃物乃是表亲带来 托你变卖 而你根本不知道出处 确实有此事啊 无说八道 本官给地方派了加级文书 经查证 你说的那个表亲 查误此人 作何解释 这个 这个我看还是在我 一送刑部之后 再做解释的好 这个由不得你 来啊 驾 我招 我招 李大人 莫总管 今日如此清闲 怎么 来此消遣啊 李大人谈笑了 我们做下人的 哪有时间消遣呢 那就是奉丞相的差仪 来此卫功办差了 李大人 请借一步说话 请慢用 老莫何事如此神秘啊 李大人莫急 但老莫问一句话 你就说吧 李大人为官 俸禄如何呀 没头没脑 问这干嘛 李大人尽管说就是了 老莫自有后话 这谁都知道 大明的官奉 历朝历代最低 而且酷银不足 上半年呢 还能是前米各半 这下半年 竟还要发些 葫芜啊 花椒 来冲底 那这么说 李大人对于这世面行情 也是不陌生了 略知一二 可有银号里的朋友 钱庄银号 做生意的 靠得住的朋友 肯定是有那么几个 请指教 李大人 李大人觉得 老莫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那还用说 平日离我去府上走动 没少受到你的关照 既然李大人肯拿我老莫当朋友 那老莫也就不见外了 您尽请直言 只要我李斌能办得到的 我这里有一柱财 想与李大人分享 什么意思 马不吃叶草不肥 人不得外财 不富 之后呢 之后都是他把金条 存在我指定的银号 再由我找夏家 夏官只管兑换出手 出了手以后 我留下自己一点抽头 别的 不知道啊 就这些了 可不就只有这些吗 当然我跟你说 我不敢对你有半分欺瞒 你当然有欺瞒 那把窝窦呢 杀死老和尚的凶手是谁 不知道 这个我真不知道 大人今天就是把我给杀了 我还是不知道 大人 自古过堂都是官座名贵 鸿门弟子免贵战利 本宋师是个读书之人 今天我就不贵了 你一个朝廷命官 你为什么不落座呀 本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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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宋师 有谋在 本宋师看你年长 特许坐下说 谢谢大人 来人 看座 是 是 大人请 请 大人你不落座 刘某如何敢坐呀 坐下坐下 那好 就为了朝廷的法统 本先就忍痛而坐 坐下 敢问宋师 那谁是原告啊 原告聚在堂外听传 来呀 宣原告上堂 唯物 你等聚是原告 回答老爷 我等聚是原告 那谁是被告 可有状旨 有状 刘爷 快快乘上来 来 怎么 你们警告石马 石马并非活物 这让本官如何审理啊 大人 石马不是活物 那他怎么能知道 夜入良田祸害庄家呢 下官 本县 也曾告诫下面的渔民 不要听信谣言 不要听信谣言 要好身耕种 可来年种子拨下 青苗依然被毁 还是白中呢 大胆 本老爷 问你话了吗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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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主 本县此前就与你们说过 此等怪力乱神之事 应该去找巫婆神汉 或是和尚道士 做法服出 这不在本官的职责之内 懂吗 你大胆 你身为一方父母官啊 在你治下大片良田废弃 民无以为生 国无以为税 怎么就不在你职责范围之内呢 下官 才疏学浅 实在不知 如何审理那十码 久闻大人 有敌宫包拯之才 何不亲自审问 也让下官 长长见识 大人 敌宫包拯我也不敢当 试试或许可以 那好 大人请 刘业 在 官服官冒 后堂伺候 是 大人请正坐 暂戒公堂一用 请 声堂 唯 原告 少民在 被告是谁啊 领导使马 所告为何 霸占土地 糟蹋装着 出票 即刻传被告上堂 这底下为何无人接签呢 回大人 那尸马俱重无比 也使搬运不来 搬运不来 他知道初期祸海庄稷 怎么就不能签到堂上来呀 无用的东西 一边后着 原告 你们说那石码祸海庄稷 那你有何证据 小民开始也不知道 曾告到了县里 他也先说 这事不归他管 后来他又说 要管他也管不了 那这么说 那这么说 是他告诉你 石码成精的 大人 下官只是猜测 猜测 是他 让小民去那玄天罐 找了张天师 结果 花了一大把的银子 请那天师做法 通了神之后 才告诉小民的 那张天师 又是如何告诉你们的呢 天师说 是石码来吃的青苗 还说 我等 都曾犯过天条 这是天法 无法嚷解 只能认命 玄天官设在何处 就在县城西关 好 传 张天师即刻到堂 小的就去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我哥哥是个聪明人 什么事能瞒着了他 就算让他知道又如何 你们俩 不是情通手足的兄弟吗 是亲兄弟才不能瞒他 外面如何 二位大人 没想到 刘大人 还真把这个案子 审起来了 坏了 怕是真要出事 我们大人的意思是 要你们两个 先回去一个 把这里的麻烦 告诉都指挥师 傅大人您走不得 还是让兄弟我走一趟吧 要走尽快走 好 你去吧 你就是张天师 正是贫道 嗯 石马毁田一案 你就是被告啊 贫道不解 如何就成了被告 石马不能上堂 你能换来 石马不言 你会说话呀 你不是被告 谁是被告啊 贫道 贫道又不是那石马 如何能替那石马 成为被告 我来问你 是不是你说 这个石马祸害庄奸 是追讨涅寨 是啊 你既然不是石马 那你如何能替那个石马代言呢 那是贫道的法术 那好吧 请你再做一遍法术 本官有几个问题 要与石马对质 来吧 贫大人 这做法 岂能是说来就来 还缺什么法器 陶木剑 赵妖镜 还是朱沙水啊 本官这就差人 替你去取 再贫大人 道场法器 只是术 有术无法 不通灵 故而 还得讲究个法 好 那你说说看 怎么个法 道可道 非常道 法乃玄机 不可言说也 既然是天机不可泄露 那我问你 那又是谁把石马成精祸害庄家这事 给说出来了呢 这个嘛 依照奇门遁甲所言 成一事或拜一事 皆乃天术所定 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好好好 这个也好办 本官这就把你拴到石马边上 咱们一块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一应法器 你都给我带拳了 一日三餐 肯定有人给你送去 什么时候石马说话 本官什么时候放你 大人 休得啰嗦 大人 退堂 大人 贫道冤枉啊 别跟我装神弄鬼了 你找错人了 我是玄天惯礼的天师 大名鼎鼎 见了鬼 我就是捉鬼的钟魁 喷紧妖 我就是降妖的真神 沙特 屎 谁 谁 请问是哪路神明 弟子实在不才 可弟子这乡有礼了 贼道士不乃你身边的奸年石码 你勾结歹人霸占田地 却要嫁祸以我你该当何罪 我真没话 还敢强辩 再不从事招来 敬业就收了你的小命 孽障 难道你就不怕真这么掌心来吧 弟子愿者 说 不 占那田地并非弟子的主意 只是授了人的钱财 但人说了几句话而已 谁是主使 去牧所的谦户 哪有谁参与 本县知县 其余的堂上说去吧 这 这 这从何说起呀 就得废话 有你说话的地方 来啊 忙了 大人 大人 我冤枉啊 下来吧 你让天师看看你的真实面目 让你也见识见识我这真无大念的掌心来 不不不 鸭心 先生 我这大仙演的还行吧 你也就能干点这个 这能难也不一般呀 庄神弄鬼可是我的看家本领 这是他招了 要是不当我好几手等着他呢 你等还有何话讲 无话可说 呃 犯官只认受贿和协同战地 其余无干 战地作甚 呃 放牧官马 放牧官马每年都有专门的不批经费 为什么还要强占民间土地 呃 最值 只是听从尚丰命令 其他一概不知 尚丰是谁 诸根此事者通知傅长柱 先生 谁呀 杜指挥使通知傅长柱 投案自首 来 干什么呢 去 哪呢 来 来 杜指挥使通知傅长柱 杜指挥使通知傅长柱 这是公堂 只有王法没有私情 我再问你一遍 因何投案 幸会地方 霸地棺木 岂止如此 你们春天买来棺马 秋天再卖给你们自己 从中赚取差价 有此事没有 这事实在没有 棺马都有注册 匹书都在本上 大人可查 还敢狡辩 每年买马 都是户部拨款 再由越马寺正卿亲自督办 再分派于北直立 辽东 平梁 甘肃四省分办 各有额度 罪之所管 不过是军马的寄养 又如何能染指 马匹的买卖呢 如你所说 报上马匹数目 犯官所知 不过两百余匹 具体可查侧物 各藩书间 荣厚再审 退堂 震员守备 都指挥室钱大壮 露营钦差胡维雍大人 恭迎大人 都请请来吧 胡大人风雨兼程 一路辛苦 末将以为大人 背好了轿子 身负圣命 岂敢投安 金钟报国 唯秦是好 早闻胡大人 有八斗之才 今日得见 果然名不虚传 末将佩服 钱将军谬赞 胡某人愧不敢当 敢问钱将军 露营所为何事啊 大人到此之前 小弟曾发出 六百里军情加急 将有关案情 承报给了李丞相 丞相也有 给胡大人的维书在此 胡贤弟见字入面 亲命所查关马一案 据报乃刘伯温表兄弟 参与主谋 你等军院作证 小民们 愿意 都是自愿 都是自愿 问你再说话 让他们自己说 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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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后果吗 公堂之上无落作假 与原范同作 回禀大人 小人家中还有八巡老母 实在是不愿卷入这场 官司之中 如果不是看到女子被逼上吊 出于一分 问你再说话 你等军院作证 证明郝清田 与那女子常年通奸 正是如此 你见过几回啊 几回小人倒记不住了 反正我经常见郝清田 去死者家中 都在什么时辰 有时候是白天 有时候是夜晚 你们家在哪儿啊 小人家住皮子村 这就怪了 本官来到此地啊 也做了点调查 刘易 皮子村在城南三里 死者家在城北五里 再加上横川县城的二里路 加起来足足有十里路呢 你说偶有所见倒还在里 而你却说常有所见 而且不分昼夜 这就不合常理了 我问你 你在城北还有家吗 没 没 没有 那你黑灯瞎火 跑那儿干什么去 难不成是个做贼的 放肆 宫堂之上不许乱讲话 本官要你回答 我 他那边可能有亲戚 什么亲戚 姓氏名贼报来代查 我 我替他说了吧 大人 对 我是被县老爷给 给逼来的 这回该问你了 他 他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 你呢 大人 小的要是不来 县大人说 明年的祖子加倍呀 要是来了呢 减半 你真是 誰 他哪 有 真是 你还没 你还没有 你打错了算盘 你不是 你打错了别的 彼此 充分 大人恕罪 此三人现行处置 警官 你这人屈颜覆事心术不正 明知试甲还在公堂之上侃侃而谈 账二十 牙钱代价一月 是 大人 大人 小人确实是被逼无奈呀 你们俩人情有可原 但罪不可赦 是 把租骨三代拒绝骄矛 下去执行 是 谢大人 起来 走 走 下官复言上差也当领罪 权切记下 待结案事一并处理 谢大人 起来吧 结案 我倒要看看你刘伯文多大本身 能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这记录上说 那女子上吊之后 你们做过尸检 做过 那她就已非是处子之身了 那女子虽未婚嫁 却长期通奸 当然就不是了 安排一下 例行检查 明日开关 退堂 我娘说 小时候几个舅舅中 就是和皇上舅舅最好 她对朕也是最好的 可是你看看你 那个小王八糕子 你干的都是些什么事啊 你做的这些事 对得起你那死去的娘吗 看在娘亲的份上 我说舅舅 求孩儿一命吧 看在你娘亲的份上 那你就想想你娘亲 她是什么人性啊 你呢 你个猪狗不如的玩意 猪狗不如 皇上 气死朕了你 气死朕了 他当心气坏了身子 孩子不都认错了吗 他认错 他要是知道错 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现在朕怎么办 一边 是朕亲班的大明律法 那边呢 那是汹汹名义 你看你 你看你 眼睛瞪得跟铃铛似的 你说怎么办呢 你 你怎么办 晚上托梦 问问你那死去的姐姐 舅妈 舅妈救我 皇上 容老臣说句话 先请皇上息怒 这件事情就交给老臣去办吧 你有什么办法 皇上 若信得过我的话 就别问那么多了 就这里 来 开挖 好嘞 婆子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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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说 屎铁挖出来之后 你要把女阵弄破 然后拿银子走人 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我说大人 我可没干过这事 这不缺德吗 你们这些干吻婆子的 明了说 干的就是一种 保胎接身的营生 私底下做帮险 为通奸牵线搭桥 为那些偷情怀孕者 纳掉私孩子 你还懂得什么叫缺德 你看大人你说的 好像我该下地狱 那你做这种事 你就不缺德吗 大胆 竟敢如此跟本官说话 不怕长嘴 我说大人 你都不计我个好 我不是在帮你吗 我用你干吗 我可是读圣贤书的 我这次用你 可是王大官人推荐过来的 我说你怎么找我 听说 你没少帮他摘花采蜜啊 我说大人呗 你是读过圣贤书的 你怎么打听这事呢 那哪一行啊 有哪一行的规矩 岂不随便说呢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没事闲聊天呗 我说你们快点快去吧 快点 先生 差不多了吧 再等一会儿 大人 逃出来了 快 快掀开棺材板 刘烨 点火 是啊 于始装成刘波温大人在此 还不住手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大人 大人饶命啊 早就知道你有这手 还有何话讲 下官 这也是被逼无奈 那王姓义家 在本地势力太大了 你这话跟我进京 与皇上说去吧 好 大人 夜深了 有事 没事啊 大人 咱们来京城已经好几天了 下官琢磨 应该被大人积压在哪个关押 等待候审 可不知为什么大人 却要在家里 夜夜陪下官一起哭作 傻瓜 我家先生这是在救你命呢 救我命 好张氏之死 就没让你想到点什么 想杀 杀人灭口啊 多嘴 去 出去看看去 人家能杀好张氏灭口 就不能杀你啊 杀我 你就觉着自己那么重要 大人的意思是说丢足宝鞠 在某些人眼里头 你可能连个足都不如 我后却是在救我 来了 给我 知道有事吗 我这不可 有事吗 我那有事吗 我那一路